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Photoshop 來偽造文書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我們今天的教學吧 開玩笑的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在 Photoshop 當中呢 快速的找到相似的字體 然後進行替換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我們今天的教學吧 HELLO 歡迎來到社群人時間室 我是 Jimmy 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網路上或者是在路上呢 會看到一個自己很喜歡的字體 但是這個字體呢你又不知道要去哪裡下載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它要從何找起 其實 Photoshop 有提供一個功能就是可以快速的幫你找到字體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到 Photoshop 當中來看一下如何尋找字體吧 好 進入到 Photoshop 當中之後呢 我們要尋找的字體是中間這一串英文的字體 我們可以先選擇舉行選取工具 把這一串英文呢給選取起來像是這個樣子 選取起來之後呢我們進入到上方的文字裡面 選擇符合字體 這個選項呢 Photoshop 就會快速的幫你尋找相似的字體 那尋找出來之後呢我們選擇一個我們覺得類似的字體 那我們這邊選擇這個第二個 然後我們點選確認 確認之後呢我們進入到文字工具裡面 你可以看到上方的文字的字體呢 它就幫你改成我們剛剛選擇的這個字體 好 那我們在畫面當中呢再打上 Mexican 那我們先改一下這個文字的顏色 我們可以點擊到上方這個色塊上面 尋找到剛剛下方的這個文字顏色 像是我們可以點選這個文字的顏色 好 然後我們按確認 好 顏色改好之後呢我們再把這個文字給打出來 再來我們打 Mexican 那我們把它的位置稍微移動一下 那這個字體的大小呢跟間距我剛剛已經調整過了 那如何調整這個字體的大小呢 我們可以到上方這裡來調整這個文字的大小 那文字的間距呢我們可以到字圓以及段落的這個選項當中 點選下去 你可以在這邊呢調整這個字圓的間距 或者是其實也可以在這邊調整這個文字的大小 好 那我們打 Mexican 的原因呢 就是要比對一下它是不是跟我們下方的字體是一樣的 那我們比對完成之後呢發現是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文字呢做一個更改 我們可以把它替換成別的文字 像是我想要把它改成 American 我們把它的文字稍微修改一下 好 調整完成之後呢我們點擊確認 然後呢你可以放大這張照片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下方的文字呢就是我們要替換的文字 它中間有一些破碎的效果 那這個破碎的效果我們要如何來建立呢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空白的圖層 在這個空白的圖層上面呢我們選擇筆刷工具 然後我們點擊右鍵 在滑鼠右鍵當中呢我們來選擇我們適當的筆刷 我們選擇這個Kyle的波鍵筆刷 然後呢我們把它的筆刷大小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點 再來它的顏色我們也給它選擇一下 我們按住Alt或是Option鍵 採集這個背景的顏色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 在這個文字中間呢給它建立一些破碎的效果 像是這個樣子 那我這邊就大概給它稍微 建立一下 好建立好之後呢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跟下方的文字 就非常的類似了 那我們再把圖片稍微放大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建立出來的文字呢 跟下方文字的邊緣 我們新建立的文字呢邊緣非常的銳利 那我們原本的文字呢邊緣稍微有點模糊的狀態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銳利的效果呢 稍微給它進行一點模糊 我們可以選擇到這個文字的圖層上面 進入到濾鏡當中 選擇模糊裡面的高絲模糊 它會跳出一個選項跟你說 它要把它轉換為點真化圖層或者是智慧型物件 我們這邊選擇智慧型物件 然後呢我們再來調整這個高絲模糊的數值 把它調整成接近我們下方文字的模糊程度 那我們這邊呢稍微把它的強度稍微提高一點點 大概0.8 好按確認 這樣子呢是不是邊緣的模糊程度跟下方的模糊程度 就有點類似了呢 再來我們要把它破碎效果呢 也建立一些模糊的感覺 我們可以進入到圖層1 也就是我們剛剛建立出這些破碎效果的圖層上面 一樣進入到濾鏡裡面選擇模糊裡面的高絲模糊 然後呢我們把它的強度也稍微調整一下 這邊就不用那麼強 我們大概選擇0.2 0.3 左右 好我們按確認 這樣子呢我們的文字是不是就建立好了 那我們把這兩個圖層呢給它建立一個群組 我們按住comment或是control鍵點擊文字圖層 把這兩個圖層都選取起來之後 我們按comment加g或是control加g 建立群組 再來我們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把這個Mexican的文字呢給它去除掉 我們可以在背景圖層上方呢建立一個空白的圖層 那因為這個背景呢是一個純色的背景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使用筆刷工具 把這一個文字呢直接塗抹掉 我們選擇一個樓邊的筆刷 然後呢我們採集背景顏色 把這個文字呢直接塗抹掉就可以了 好像是這個樣子 再來呢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群組上面 然後呢我們選擇移動工具 上方的自動選取呢我們可以選擇群組 或者是我們可以在圖層的上面呢按住control或是comment鍵 點擊在我們的群組的文字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拖曳整個群組了 好那記得我們現在選取的是在群組上面才能這樣子做處理喔 好那我們把它調整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好這樣原本的文字呢就被我們取代掉了 那我這邊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符合字體的這個功能呢只能用來尋找英文的字體 如果你是想要尋找中文的字體的話呢 我個人就不會建議使用這個功能喔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跟訂閱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部教學影片再見囉 掰掰